Hello 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我们来分享一个小视频 关于清理C盘的操作 大家都知道我们Windows用的时间越久 C盘就越来越小 当初你去规划整个次盘的时候 有可能你的C盘就没有分配的很大 然后到了一定的时间 你的C盘就越来越小 这时候怎么办呢 我们今天就来用五种方法来清理我们的C盘 首先我们看第一个方法 这个应该是比较容易想到的 就是回收站 其他所占用的空间就是C盘的空间 我们把删除的文件 第一步是回收站里面的东西 当我们不用的话 可以直接把回收站清空 当然它是起一个缓冲的作用 如果说你发现哪一天上出的文件 又想把它给找回来 你可以到回收站里面去找找看 这个是第一个方法 第二个就是临时文件 临时文件是操作系统 或者说你的应用程序 它在使用过程中产生的一些临时文件 我们可以打开程序 运行里面 我们输C TEMP 这个就是它的临时文件夹 可以看到底下有很多很多的东西 这个呢我们可以让它直接删除掉 肯推全选 然后呢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属性里面 属性里面可以看到整个文件夹的这个大小 那现在是178兆 我们可以直接点击确定 需要管理源权限 我们直接选上 然后继续 这个因为我有个Adobe程序在跑 所以它上出不了 这个就没关系 我们直接把它跳过就可以了 有部分文件上出不了 那我们没关系哈 是当前的系统当中有使用这些文件的一个程序在跑 那这个呢是其中的一个缓程文件啊 就是TEMP文件 另外还有一个呢 注意一下 我们在这个TEMP的前后 给它加上一个百分号 然后再决定 那这时候打开的是另外一个文件夹 大家注意看一下上面的这个地址哈 刚才咱们打开的是C盘的System底下一个TEMP文件 这边呢是User 这底下的一个TEMP文件 这两个TEMP是不一样的 那前面一个TEMP的 它是跟操作系统相关的 就是Windows系统相关的一些缓程文件 然后呢 这个TEMP呢 就是一些非操作系统的 就是一些应用程序啊 然后一些本地跑的 那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边其实能看出一些东西的 比如说这边有百度 对吧 这是我们的应用程序 然后呢 这边还有Adobe 然后这个什么CC 所以就是那个Adobe的那个CC 还有这个我这边有的EV录屏啊 这个都能看出一些断裂它 同样的方法 我们全部选中 然后呢 直接删除 这个文件很大了 因为我已经跑了几个月了 三个月时间 从我装机到现在应该差不多三个多月的时间 哦 这个是太大了 你直接删除就好了 我这样的大部分都已经清掉了 啊 除此之外呢 还有一个临时文件 大家可以再去看一下 就是同样方法来到这个运行 然后敲锁 prefetch prefetch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呢 就是 嗯 系统它在运行某一个 就是运行操作系统 或者说运行某一个程序的时候 它有一个预加载的一个动作 嗯 其实大家有没有发现 就是同一个exe文件 你第一次去打开的话 可能它会启动的比较慢 但是当你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 再去打开同一个app的时候 它的加载速度就变得比较快 那这个呢 就是windows的一个 预加载的一个功能 大家可以注意看一下 这个预加载 它是一个.pf结尾的一个文件 然后呢 前面前缀 大家注意看一下 也是可以看出一些端倪的 比如说chrome chrome浏览器 它就有一些预加载文件 然后像 这个我这个桌面啊 这个开罗这个桌面 它也是有预加载的这个文件 然后有找一些 好认一点的啊 Adobe的桌面Service 然后7z这个解压缩的 这些呢 都是我之前打开过的 这个exe文件 就是这个程序 它做的一些预加载 当然这些文件 并不是很大 大家注意看啊 它大家都都不大 都是几十k 因为它只会把一些应用程序 比较重要的一些内容 给它加载进来 像其次的东西呢 它是不会加载的 所以呢 它这个整个文件都比较小 当然这个你要去清理呢 也是可以的啊 因为你很多APP 你可能很长时间只会去开一次 后面就不会再去开了 现在我们也是全选 给它删除 OK 这个呢 就是临时文件的一个操作 其实像 就是非操作式系统的一些临时文件 其实是非常大的 就是你当你用时间越长的话 它这个垃圾文件是越来越多的 好 第三种方法 这个也是比较容易想到的 就是卸载程序 很多人去安装这个程序的时候呢 都是下一步 下一步 下一步 所以呢 它的EXE文件默认是安装在C盘 C盘的这个Program Files 那个文件夹里加的 所以呢 最直观的方法 你要去清理C盘的话 就是把不用的程序给它卸载掉 这个呢 大家自己去卸载啊 就是在你的程序里面 然后找到 文字控制面板 类似的啊 然后找到这个程序 这边就可以直接去卸载了 很多人不知道 这个就不演示了啊 本体 OK 接下来第四个 就是磁盘碎片的优化 嗯 因为它磁盘在使用当中呢 它并不是完全的按照这个 顺序去使用它 当你这个 安装卸载进行很多次以后呢 它会产生很多的碎片 这样的话 就会 把你的C盘的慢慢的占用掉 这时候呢 我们就需要去 优化清理一下 我们还是来到 这个文件管理器 然后找到这个C盘 鼠标右击 找到属性 来到工具这一栏 下面有一个 对驱动器进行优化和碎片管理 它这个呢 就是让这个驱动器可以帮助更加高效率运行嘛 我们直接点击这个优化 C盘 优化 这个动作很快啊 动作很快 直接关闭就OK了 确定 那这个呢 这个就是第四个方法 接下来呢 我们看最后一个方法 就是这个 Disk Cleanup 这个呢 它是一个APP 这个呢 是Windows系统自带的APP 我们可以打开一下 我这里直接就搜索了 Disk Cleanup 就是第一个 打开以后呢 就是这么一个清理的 磁盘清理的一个对话框 我们选择这边可以选择磁盘的 我们因为这个视频的主题是对C盘 所以呢 我们直接选中 驱动器C 确定 它就开始清理了 然后呢 找到 这些文件夹 像这个下载的程序文件啊 Internet的临时文件 我们可以直接全选 这个其实加起来也还可以吧 因为有部分内容呢 已经被我们给删除掉了 我们直接清理 Literally 点击 说 nen 1 2 2 3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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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8 9 9 9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OK 这时候就清理完毕了 OK 我们今天就介绍了五种清理C盘的一个方法 大家可以回去在自己的电脑上面去操作一下 看一下吃饭空间能够增加多少 那好 那我们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非常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